阿堅他表哥 哦 阿堅他表哥 一次煎的妹妹 哦 包一煎 一次沒有煎好不好 哦 包一煎 大明星小料理 對 請看哦 好吃的石井煎 吃生雲端的感覺 哇 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小白菜 哇 棒是巨蟲 大家好好歡迎來到今天的大明星小料理這個單元 是的 今天的超級巨星碩口 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呃 以前以後的石井煎 因為我們的料特別豐富 特別適合夏天來食用 是的 那我們需要準備的材料 有 蚵仔 新鮮的蝦仁 還有燙過的花枝 小白菜 舊橙塔 蛋 蔥花 地瓜粉 太白粉 白胡椒粉 鹽 還有適量的糖 獨家秘方大公開 是的 在碩工的以前以後石井煎裡面呢 有一個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它的粉醬 應該告訴你怎麼做 二分之一杯的地瓜粉 加上三分之一杯的太白粉 加上一小匙的胡椒粉 加上四分之一小匙的鹽 還有四分之一小匙的糖 還有一又三分之二杯的水 把它均勻攪拌 是的 我們粉醬攪完以後最後一道關卡呢 要把這個蔥花加在裡面 好 蔥花加完了以後呢 就是看看我在旁邊已經這個充分預熱的鍋子 還滿熱的 然後呢 加入適量的沙拉油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大概就是你要預備要煎的那個範圍 好 這材料的比例呢 可以完全依照客人的喜好 那多吃蝦呢 其實對男人是蠻好的 多吃藕仔也是很好 像我就很喜歡藕仔 這邊有一個這個巨無霸的超級 超級大藕 對 就把它放在裡面煎 然後再多放幾尾 完了以後也可以放這個花枝 其實我也是非常喜歡吃花枝 好 也多放一點好 那接下來呢 就要把我們的剛剛精心調製的粉漿 把它適度的淋上去 直到蓋住你所有的材料 無致 好刺激哦 現在呢 我們的粉漿大概已經只有自己的輪廓了 那就是可以打蛋 不是我在吹牛 我打個人打蛋的功夫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玩 然後蛋就跑掉了 打完蛋以後呢 把這個蛋黃弄過 其實簡單的翻一下在上面 等一下在上面就可以了 有小白菜 還有那個九層塔 小白菜是不是要撕一下 原來太大顆了 等一下散不進去 好 還有一些九層塔 哇 怎麼會這麼香 胡椒的香味都已經冒上來了 令人失智了 然後另外還要告訴大家 在做菜的時候 不要戴太多的手勢 天空空的也是會掉到菜裡面 以前以後 實景節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開玩笑怎麼辦 來 喝 喝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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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很好啊 我幹嘛還要解釋呢 感覺是很好 好了 差不多了 嘿 這就是鼎鼎大名的以前以後實景煎 在這個最後呢 我們要加入適量的這個醬料以後 這道菜就完成了 像愛情海的那種 嗯 好吃好吃 這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吃飯的 今天以後實景煎 趕快拿起你的這個鍋外 稍微試試看囉 嗯 是我的一滴淚 像愛情海的那種 眼睛